好 接下來的全球現場 我們要來關注的是阿根廷球星 梅西在香港沒有出賽 結果引發了大陸跟香港球迷 非常的不滿 所以抵制梅西的風波 目前還是持續延燒 那昨天梅西在微博上 也首次來回應這次的事件 當然立刻衝上了微博的熱搜 更多的重點我們要交給韓宇 好的 早安 持續來看到了 梅西官方微博是在昨天晚間 發布了長達2分20秒的影片 當時梅西她在影片裡面 她就解釋到自己沒有下場的原因 並且順道跟中國的粉絲來拜年 梅西表示自己讀到 聽到很多的相關消息 但是這一些都不是真的 不希望球迷再看到不實消息 那2分多鐘的影片中梅西她表示 從足球職業生涯開始 她就和大陸是有非常緊密 而且非常特別的緣分 並且解釋自己在香港比賽的時候 因為有內收肌炎症 所以呢她才真的沒有辦法上場踢球 同時呢她也曾經 未上場和政治的原因並沒有關係 不過部分大陸球迷認為 梅西呢這2分多鐘的影片 一句道歉都沒有 因此還是不買單 群起是在影片底下留言表達不滿 不過呢當然也有支持者是 力挺梅西表示 無論如何都會熱愛梅西 那麼再來看到另一位話題人 我美國前總統川普 他接連是官司敗訴 不過呢這也不影響他的自信心 17號的時候 現成廢城的鞋展推出了名為 永不投降這一雙高筒金色的運動鞋 那麼他手上這一雙手鞋呢 是有著他自己的親筆簽名 而在隔天的時候呢 就成功地拍賣出去 價格高達了9000美元 大約是台幣28萬 那原本呢其實一雙在官網上面 只要1.2萬台幣 新台幣 那麼就瞭解呢 這一位是俄羅斯級的奢侈手錶 執行長是以驚人的競標價格 贏得了川普他的親筆簽名款 那麼他也喊話要在11月 川普他的總統勝血派對中 穿上這雙鞋 並且是在社群媒體中表示呢 他會把這雙鞋傳成給他的兒子 那麼目前則是會把這個鞋擺在他的辦公室裡面來展示 那麼川普他近期呢 除了是賣鞋 鼓勵俄羅斯攻擊欠款北約成員國這個發言呢 也是再一次的引發了歐盟哗然 那麼與此同時現在就傳出了 北約的成員國真的也是越來越懷疑美國 是不是會維持承諾來繼續的提供歐洲保護傘 擔心俄羅斯很有可能真的會攻擊北約國家 因此呢私下在討論相應的一個緊地對策 那麼歐洲的高級國防官員對於美國沒有批准 向烏克蘭的額外提供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這個援助 就表示了非常擔憂 稱這個很有可能會鼓勵俄羅斯對北約國家進行襲擊 另外呢可以看到畫面中剛現年65歲的歐盟智慧會主席范德萊恩 他在2019年擔任歐盟智慧會主席到現在呢 今年已經要到齊了 那麼19號他也獲得他所屬的政黨支持他連任 讓范德萊恩他有利於去爭取再掌政五年的一個機會 那麼范德萊恩他接受訪問的時候也表態呢 對於繼續的競選連任 他說這個是深思守慮的決定 隨著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第三度的獲言任後呢 預計將會在今年10月就會卸任 對此德國的媒體就爆料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他就向拜登來建議 讓歐盟主委會主席就是范德萊恩呢 他來擔任下一任的北約秘書長 不過呢德國總理肖茲則是反對 因為肖茲認為北約秘書長的職位呢 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范德萊恩他對莫斯科的敵意是非常大 所以呢如果他真的擔任 長遠來看是不利於北約還有歐盟 對此實質評論員先寒冰就指出了 在俄羅戰爭下 范德萊恩這種超級鷹派 如果真的由他擔任秘書長 很有可能會直接和烏克蘭 俄羅斯跟著是跟俄羅斯來衝突 但是美方之所以會建議范德萊恩 主要呢就是因為范德萊恩 他對美國言聽計從 那麼等同美國日後呢 如果是要求北約做任何事情 范德萊恩他很有可能都是會點頭的 所以呢肖茲他才會反對 防止這個局面會發生 而且呢現在並指出不只是肖茲 很多的歐盟國家還有北約國家 其實都不認同 不管是是不是長遠的打算 因為肖茲是講得比較科技說 就長遠打算來說 我認為不是長遠打算 我認為你找馮德萊恩的話 恐怕是有立即性的危險 而不是長遠的打算 對啊因為以他的個性 我不知道他會暴衝到什麼地步 但布林孔為什麼會這樣建議 因為馮德萊恩一向對美國言聽計從 他叫他幹嘛就幹嘛 那等於說如果由馮德萊恩來擔任這個位置的話 美國在北約 等於他要求北約幹嘛 北約就完全不會有任何反對的聲音 言聽計從 對 所以他希望能夠創造這樣一個局面 那肖茲當然不會讓這個局面發生 就像他在歐盟的表現 讓美國肯定是嗎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想不只是肖茲啊 很多歐盟的國家大概都不會認同 北約的國家也不會認同的 好 有外媒披露美國今年計劃把 近半的航空母艦的艦隊派到西太平洋地區 目前已經有三艘在這個地方活動了 還有兩艘可能很快就會加入 好 學者的分析是 目前雖然美中關係看色和緩 但是呢還是想要來這個威嚇中國 這是美國的心態並且同時為520台灣新總統 就職前的台海局勢來做準備 另外海軍的海湖潛艦去年發生官兵落海的事件 到現在失蹤者還是沒有尋獲 好 當然這個海軍司令部有說 海湖艦救難伏標回收作業是按照修護通令執行 屬於當下合理的決心下達 但是呢 現在已經引發議論紛紛的 像是這個立委林毅君就呼籲海軍 應該要公開事故的調查報告 還要來關心的是 這一回觀光艇遭到這個登船強制領檢 好 當然謝寒冰他的分析是如何 基本上這不叫掉頭就跑跑給他們追 這叫做把責任全部甩鍋給人民自己解決 就是這個商船的問題 就變成這個船 你看他說 這個船好像他講一副好像是 這個船主沒有按照SOP 他怎麼沒有立刻通報我們呢 通報你 人家拿著槍都已經把你的船圍住了 請問你是要怎麼通報 他只是個做生意人 你要他怎麼樣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不要把責任轉嫁到民眾身上好不好 你叫這些民船以後看到他怎樣 如果人家的寒擊船直接擋在你的船頭呢 請問你往哪跑 你以為海上是怎樣 是那個飆車掉頭立刻走 可以這樣的嗎 船要掉頭哪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而且這船上有人留言了說 三艘大陸的海警是一直繞著這個船 他三艘船把你夾住了 請問你要往哪邊走 對啊 人家手上又有武器 民船上面又不會有武器 你把這種責任丟給民間 我覺得這真的就是標準的甩鍋了 好 當然現在兩岸之間的這個緊張情勢 是又再度升溫了中國時報的社論 一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效克菲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醫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效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團 明天見 請下集團